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2月11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爱与虔诚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马尔谷福音第七章 第1至13节 那时候 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 聚集到耶稣跟前 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 用不洁的手 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 吃饭 原来 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 都居守仙人的传授 若不仔细洗手 就不吃饭 从街市上回来 若不先沐浴 也不吃饭 还有其他许多按传授 应居守的事 如洗杯 洗壶 洗铜器等 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问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仙人的传授 而用不洁的手吃饭 耶稣对他们说 伊撒伊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 预言得真好 正如所记载的 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的心 却远离我 他们恭敬我 也是虚假的 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 是人的规律 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 而只居守人的传授 又向他们说 真好啊 你们为追守你们的传授 竟废除了天主的诫命 梅瑟原说过 你该孝敬你的父亲及你的母亲 又说 咒骂了父亲或母亲的 应除以死刑 你们却说 人若对父亲或母亲说 我所能供养你的 已成了科尔班 即献仪 那么就允许那人 不必再为父母做什么了 这样 你们便为了 你们所传授的遗教 废弃了天主的话 并且 你们还行了许多 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有时候 人越虔诚 也变成越挑剔 极过分执着细节 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 比方说 很多虔诚的教友 在圣堂帮很大的忙 但同时 他们的嘴巴 也常批评别人 爱管教他人 或者有教友 很热心祈祷 但是只会祈祷 求天主改变对方 却未曾看到 自身的毛病 主耶稣在 今日的福音中 提醒我们 不要做假善人 不要因为 固守自己的想法 而废弃了 天主的话 若是这样的话 无论我们参加多少弥撒 和祈祷会 奉献了多少钱和力气 我们的心 却是远离天主 他们恭敬我 也是虚假的 福音中 耶稣谴责经师 和法利赛人 严守规矩 却忽略了爱父母 及他人 同样 要整合信仰和每日的生活 并不容易 但却是真正成为基督徒 必要做的功课 要确保我们的心 不远离天主 其实诀窍 只有在不断练习 实行爱德 因为天主 就是爱 也许 我们可以从 简单的爱德开始 或许现今 有人惹我们生气了 与其习惯性的回应 或冷漠对待他 让我们选择 比较有爱的方式面对 也许 我们可以对天主祈祷 说 主啊 我生这人的气 我为了他 向你祈祷 能为惹我们生气的人 祈祷 是一个美好的爱之举动 是福传的行动 让我们今天 就这样做吧 重新温习 耶稣活出的爱的理想 无论遇到什么 都给自己一个 爱他人的机会吧 请品尝圣言 生活中 多少痛苦 是因拒绝爱 而造成 多少欣慰 也是因为选择爱 而来到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今天 如果遇到难爱的人 看着耶稣 你可以选择 因为爱耶稣 而爱那人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 让我不要给自己 编任何借口 去保留 我可以给出去的爱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 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 别因为 遵守信仰的规矩 而忘了天主 爱的真正意义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